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目前距離美國總統大選還有半年時間 根據最新的大選民調顯示 特朗普的支持度落後於民主黨的拜登 今天特朗普總統在白宮接受路透社訪問時 說中國政府無所不用其極地想令他連任失敗 到底他在訪問中是怎樣說的 他說中國會用盡一切辦法令他敗選 因為中國很想他的對手 即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拜登入主白宮 因為這樣能夠舒緩得到 中美貿易戰和其他議題所帶來的壓力 相信包括了就著全球大流行的疫情 向中國展開追責和撒賠的壓力 好了 特朗普還說到 說中國持續以公關宣傳手段 去製造自己是無辜的形象 而在較早前 他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達成的 首階段中美貿易協議 也被這場疫情打亂了 這就是隱含著一個重要信息 相信大家都記得 早前中國突然向美國大手購入農產品 一買就買了半年所要求的份額 中國聲稱要履行首階段貿易協議當中的條款 只不過特朗普總統現在就說 這個貿易協議是被疫情打亂了 換言之 在農產品以外的商品當中 就可能是停滯不前 到底中國有沒有採購呢 若然是沒有的話 那為什麼他會大手購入農產品呢 就留了一個思考空間 好了 接著特朗普總統又提到了 說他和習主席在3月底通過電話 非正式地同意中美要暫停馬戰 只不過現在應該已經失效了 另外根據路透社和民調機構易普索 今個禮拜發表的調查顯示 有4乘4的登記選民表示會支持拜登 只有4乘會投給特朗普 即是特朗普落後4個百分點 如果今個月舉行大選 特朗普很有可能 在選舉人票當中落敗 無法連任 只不過特朗普對於這個民調 是有回應的 他就說 我是不相信民調的 我相信這個國家的人民是聰明的 我就不認為 他們會把一個無能的人退上位 我意思就是 不是因為他現在的狀況而說他無能 我的意思就是 他無能了已經30年了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壞的 他的外交政策簡直就是災難 即是他在批評拜登 實情拜登最近都很嚴重 為什麼呢? 因為連續有幾名女性 先後走出來指責他 曾經干犯過一些性騷擾的行為 最新的那名女性叫做Terra Reed 這位Terra Reed在1992至1993年的時候 就是擔任拜登的幕僚助理 當時拜登就是特拉華州的參議員 大家數回頭 這位Terra Reed 1993年的時候 也是29、30歲而已 好了 他在採訪當中就說 在1993年的某一天 他就把健身包交給拜登之後 拜登就把手伸到他那件襯衫和裙子裡 迫到他就要靠著牆來站 這個日語就有個詞語 就叫做壁冬 好了 壁冬之後 拜登就問他 你想不想換個位置 這位Terra Reed 就想掙扎離開 拜登繼續說 來吧 我聽說你喜歡我 Terra Reed 就說這句說話 令到他終生難忘 估不到拜登會是這樣的人 當然 這就是Terra Reed的一面支持 拜登方面 否認有出現過這個情況 不知道事情的真偽是怎樣 因為沒有錄影帶 沒有其他客觀環境證據 可以證明得到 確實有發生過 只不過 這位Terra Reed 就有三個人證 分別是他哥哥 他的前鄰居 和他的前同事 這三位人士 分別在1993年的時候 都聽過Terra Reed 向他們哭訴同一番的話 就是指控拜登 對他作出性騷擾的行為 到底哪方面可信呢? 大家自行來判斷 只不過這件事 剛剛才出爐 新鮮品熱 未能在民調中反映出來 到底這宗涉嫌性侵犯的醜聞 會不會對拜登的選情造成影響呢? 暫時還未知之數 只不過 前國務卿希拉莉對拜登的支持 就已經反映了最新的支持度 所以下一次的民調結果 都相當關鍵 就完全可以把這宗涉嫌性侵犯的醜聞 的影響是反映出來的 到底中國外交部又有什麼回應呢? 今天阿耿爽就說 你們美國大選是美國內部事務 中國就沒有興趣干預 他又批評美國政府 你們企圖推卸自身抗疫不力的責任 來轉移視線 中國抗疫的努力是不能抹殺的 對於美方你們要追責的問題 根本上中方都是病毒的受害者 不是同謀 各方面應該團結合作 若美方在這個時候拆其他人的台 最終都會拆自己的台 即是抵賴了 不關他事 只不過大家都會理解到 到底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執政對中國更加有利 不用問阿桂也知道 好 接著另外一件事 就關於中國副外長駱玉成 他在接受美國NBC專訪的時候 他回應了西方國家向中國提出追責 以及要求薩償的論調 他提出了四個觀點 第一 他說向中國追責 根本上是愈法無懼的 在國際上 哪有一條法律去支持 向首先報告疫情的國家追責 歷史上都沒有這樣的先例 其次是於理不通 中國明明是受疫情第一波的衝擊 付出巨大的代價和犧牲來壓制疫情 為全球贏得了抗疫的時間 積累了寶貴的經驗 作出重大的貢獻 應該得到的是公正對待 而不是責難 要中國賠償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那與不法之徒 敲詐勒索有什麼區別呢? 他完全是把病毒來源隻字不提 把這個部分隱藏 因為很多外國專家都指出 這個病毒是有機會來自實 嚴室裡頭洩漏 亦是一種說法 說這個病毒是人工合成的等等 好了 只要其中一個說法是屬實的話 中國其實也是要負擔責任的 怎麼會沒有責任呢? 而且史上沒有先例 就不代表以後都沒有先例 在發明飛機之前 別人人都是搭船的 你現在不只是搭船 搭飛機哪有先例呢? 這些說法基本上就是英語所說的 Irelevant 的論點 即是無關係的 好了 接著他提出第二個論點 就是中國的抗疫舉措 是公開透明負責任的 中國沒有任何隱瞞疫情的行為 也沒有任何言誤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為什麼你不接受這個國際獨立調查呢? 其實這個國際獨立調查委員會 又不單止只有美國和澳洲組成 還可以加上很多一帶一路的國家 甚至乎是欠中國巨債的國家 沒理由這些國家全部一起去整理你 走去同意一個完全不是事實的調查報告? 我不相信 而且全世界有一百九十幾個國家 沒理由全部一起去整理你 沒理由 我真的不相信 好了 第三個論點是什麼呢? 他就說 關於國際調查 中國是坦誠和開放的 支持科學家之間開展科研交流 反對的就是沒有任何證據情況下 將中國放在被告席上 事先推定有罪 然後通過所謂的國際調查尋找證據 這種有罪推定式的國際調查 中國是堅決反對的 其實你也說 澳洲也相對是中立 也很理性 別人也說明了 沒有說這個來源一定是來自中國的 只不過既然你是首先爆發的國家 別人走去實驗室看清楚 也是很合理的 其實現在說來說去就是美國 美國也有沒有斬釘字鐵說一定是從中國來的 有些官員也這樣說 但是既然你都認為自己是清白的 那你就任由他去查 查完之後 真相大白 那些傢伙就自動收檔了 對不對 查一查又不用有什麼問題 又不是叫你整個國家要開放出來 只是開放實驗室 那你也不肯的 真是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這個洛玉成副外長還提到 說中方是反對將國際調查政治化 以及對中國搞污名化的 其實查完之後就水落石出 既然中國堅持是清白的話 絕對污名化不了 第四個論點就是什麼 就是他們批評美國暫停資助世衛組織是不理智的 因為在當前抗疫戰爭的關鍵時刻 美國應該集中力量抗疫 而不是將炮火對準世衛組織 美國政府這樣做實際上是站在全世界的對立面 嘩 真是厲害 到底站在全世界對立面的是美國政府 還是世衛組織自己本身呢 還是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呢 真是這樣可以禮橫節曲來講話 真是大開眼界了 到底這四點的回應 美國和國際社會會不會收貨呢 大家想都想到了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